我爱电罗座 我爱电罗座 还认得我吗 火眼晶晶啊 太棒了 鱼泡泡 他还有火眼晶晶呢 火眼晶晶 其实我大魔术是绿泡泡 我的眼睛也很厉害 真的吗 鱼泡泡 当然啦 鱼泡泡快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好的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个神奇的魔 烏拉烏拉跳 烏拉拉跳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 来来来来来来 欢迎你 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烏拉烏拉跳 小嘉宾 徐子齐 今年五岁 小嘉宾 杨冰露 今年五岁 欢迎 欢迎 咕噜咕噜咕噜 绿泡泡大魔术师 快给我们变神奇的魔术吧 好的 我绿泡泡大魔术师的眼睛非常的厉害 今天我就要来展示一下我神奇的这个双眼 现在我们看到在桌子上放了一盒蜡笔 小朋友们见过蜡笔吗 见过 蜡笔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乖乖 好 接下来请照我说的做 请一位小朋友任意选择一根蜡笔 好 不要让我看到 好 举起来给我们看一下 好 好 选好了 选好以后看到桌子上有一个眼镜盒 对不对 请把眼镜盒打开 把这支蜡笔放在眼镜盒里 然后我请把桌上的那块不打开 盖在蜡笔盒上 盖好了 都盖好了吗 嗯 眼镜盒也盖好了吗 是的 确定没有问题了啊 确定 好 现在到大门这支登场亮相 这个眼镜盒里有一支蜡笔对不对 是的 现在 当然我不能够把它打开 但是神奇就神奇在 我不把这个眼镜盒打开 我也能够知道 刚才你们放进去的是什么颜色的蜡笔 刚才 是哪位小朋友放的蜡笔 我想问一下 你举手告诉我 不要说是什么颜色 现在 请看着我的眼睛 小朋友眼睛 眨亮一下 很漂亮 快说吧 到底什么颜色 急死了 它传递给我了一个很有趣的信息 说它放进去的这支蜡笔的颜色 是红色 对 好好不好 是吗 来 一二三 为我鼓掌吧 小朋友 那小朋友们想不想学这个魔术 想 好的 那我们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魔像乌拉拉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的台料 好 那我们一起说 好的 今天我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 能 DEFIN 建议 你的仄师 做需要的材料是 蜡笔 眼镜盒和手帕 好的 今天我来教大家 变这个神奇的魔术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请准备好一盒蜡笔 一块布 还有一个眼镜盒 当然了 其他的盒子也是可以的 刚才呢 前半部分 我都是扭过身去 什么都没有看到 那为什么能够知道 这个眼镜盒里装的蜡笔 是什么颜色呢 对呀 在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秘密 刚才不管大家 找的是什么颜色的蜡笔 比如说 我们就拿绿色来举例 放进去之后 也已经用布把它盖上了 即便我现在不知道 里面是绿颜色 我也可以很轻易地 找到这个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啊 我在把眼镜盒 放到身后的时候 悄悄做了这样一个动作 打开眼镜盒 来 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学啊 先拿出一种颜色的蜡笔 好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可以和我们一起来 放到眼镜盒里 然后呢 用布 蜡笔的盒子 也给盖上 现在就是这个魔术 最最关键的时刻了 大家看好 刚才我在身后的时候呢 悄悄用手打开了眼镜盒 并且用我的这个大拇指啊 在这个蜡笔上轻轻地 抠 这样的话呢 蜡笔上的颜色就可以 粘在我们的手指上了 对 手指 看 这样 是不是很明显呢 可以和我一起来学啊 大拇指上有这个绿色 对 然后我不是说小朋友 看着我的眼睛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 我已经看到了手指上 这个颜色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呢 我再表演了一些 然后最后我就可以宣布答案 当然是正确的啊 所以呢 刚才藏在眼镜盒里的蜡笔是红颜色 大声告诉对方是什么颜色的 是什么颜色的 我知道 就是 绿泡泡的 我的 绿衣服的 绿的旁边的 不错 也不是绿的颜色 绿的 我的颜色一模一样 绿的就是 绿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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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这个前缀真的比我还长啊 他很会 对 他一定要找一个绿颜色 很会找这个噱头啊 但是 的确怎么样啊 说对了啊 来 为自己鼓鼓掌 小朋友 好看 小朋友们太棒了 今天的魔术选为了 为自己拍拍手 为自己加油 嘿嘿嘿 大家一起拍拍手 一起加油 好 谢谢小手琪琪 谢谢 好的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 已经学会这个魔术了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 魔向乌拉拉 有没有学会呢 一起来看 乌拉拉我也学会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步 先转过身去 然后 让观众选择一支蜡笔 放进盒子里 您用手帕 把正下的蜡笔 带好 第二步 把盒子拿到身后 偷偷用手指 抠一下蜡笔 第三步 和观众腰轮红时 看手指上蜡笔的颜色 这个魔术就完成了